Hello大家好,我是雪鹿,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远古公司推出的奥特战士可谓是相当多了 他们不光造型不一样,就连技能和特长也各不相同 有的奥特曼光线技能非常特殊,有的奥特曼则更擅长于格斗术 在和怪兽的战斗中,奥特曼大多都是格斗技能和光线技能结合在一起使用 不过下面这四位就比较特殊了,他们都仅凭自己的拳头就消灭了怪兽 下面就跟雪鹿一起来看看吧 第一个拳头,这个奥特曼的拳头平时很少出现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奥特曼本身就很少出现 要想见到他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这个奥特曼名叫三位X 三位X相当于平行世界里的赛文,不过相较于三位奥特曼 三位X性格更加决绝,肌肉也是多了不少 体型轮廓也更加帅气 三位X一拳就可以轻轻松松把怪兽打背 估计就连赛罗都不一定能够接得住三位X的一拳 第二个拳头,这个拳头可以一拳打爆怪兽 那就是赛加奥特曼的拳头 连公认的格斗王雷欧都对他甘拜下风 在奥特曼传奇中,赛加奥特曼和宇宙恐龙海帕杰顿对决 眼看光线技能,对海帕杰顿的伤害并不大 赛加直接拎起拳头就上 几招下来,一拳就打穿了海帕杰顿 恐怕留奥特曼再联一百年,宇宙拳法也达不到这种地步吧 第三个拳头,第三个拳头是红色的拳头 大家知道是谁的吗? 在大电影星光战士中,宇宙人开发出来的强力机器人 掌握了所有奥特曼的行动 奥特战士全体陷入了瓶颈,但是他们并没有屈服 当机器人想要使出最终绝招的时候 这个奥特曼一拳将机器人打穿 这个奥特曼就是戴拿奥特曼 而这个拳头便是戴拿奥特曼强力形态下的拳头 第四个拳头,第四个拳头也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拳头 这个拳头说不上强大,但是也不会弱 它就是迪迪奥特曼的拳头 当迪迪奥特曼打出拳头的时候 在拳头的周围还能看到泛起的光线能量 但这并不是光线,而是迪迪奥特曼使用拳头时产生的能量 好啦,小伙伴们还知道哪些奥特曼使用拳头攻击过怪兽吗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分享哦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所有内容啦 喜欢的话别忘了给雪楼点个赞呢 想看更多奥特曼咨询,关注我,抢先看 我们下期再见